大家好,这一刻咱们来开始讲解一下Promises监控 讲解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监控的基础术语 先看一下什么是监控 从一个技术角度看的话呢,监控是一个度量值和一个管理技术系统的工具和过程 但远不至于此 然后监控系统呢,然后从系统应用程序生存的指标到业务价值的一个转换 这些指标转换为用户体量的度量 业务提供一个反馈,同时向技术的也提供一个反馈 只是业务的工作状态,一次性改进 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监控的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些监控我们的一些应用程序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系统,一些指标或者一个用户量之类的 然后把这些指标呢,然后去转换成一个用户体量的一个度量 然后的话呢,跟这个度量值呢,可以提供给业务 然后让业务呢,然后可以根据我们的用户的一个体验量 看哪里都,或者哪一个模块 用户体验比较好,或者是用户流量比较大 然后的话都可以持续改进 或者哪些用户,哪个区域体验的值比较差一些 然后的话,后续,或者是舍弃,或者是这类的 我们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度量值 还有呢,特别是像我们的监控系统的一个保和度,还有一个错误率 然后这样的话呢,这类的监控的话呢 都可以向我们的技术提供一个反馈 然后告诉我们的一个,我们的技术人员 也就是我们后面的我们的这些用户人员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开发人员 看我们哪些代码,或者是写的有问题 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硬件资源是不是不够用了 这就可以提供给我们后端的技术人员 然后去我们后端的技术人员的一个持续改进 监控系统呢,主要有两个客户 主要是哪两个呢,一个就是一个技术,一个是业务 技术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技术团队 还有一个开发环境 这个就是指什么呢 这个就是指我们在开发过程中 然后你看我们开始提交代码 然后开发人员提交代码 然后一直到我们的一个代码构建 然后的话部署到测试环境之类的 一直到上线之前 这些就是一些这阶段的监控呢 主要是我们的一个相当于我们公司一个内部的一个监控 监控我们整个一个技术的一个开发 然后呢,还有一个监控的话呢 就是一个业务阶段 业务阶段都是我们公司的一些技术 然后呢,我们公司的一些程序都已经正式上线了 正式上线之内的一个监控 比如说我们假如说,那个客户流量 然后客户的体验,体验情况 还有一些我们那个生产的机器的一些那个状况 这些的话呢,就是一些那个我们一个业务的一个监控 包括还有一个业务的一个次序交付 也就是说,那个我们那个次序发布的时候 那个,它的一个影响 比如,然后我们正在那个发布的时候的一个业务流量 还是正在发布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机器的一个负载率 这些呢,都是一些属于我们业务范畴的一个监控 所以说那个主要是分成的那个两大模块 一个是相当于我们公司那个内部 也就是说上线之前的一个监控 然后那个为后续的业务呢 然后提供一个参考 还有再一个呢,就是一个我们的业务监控 业务监控就是说我们上线之后的一个监控 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后续的一个运维 然后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接着看一下我们一个监控的原理 我们监控的,应该监控的几个重要注意点 这几个重要的一个注意点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就是事后监控 也就是说 像那个我们这个技术阶段 我们是整个没有监控 然后只在业务阶段 然后进行了一个监控 然后的话呢,你这样的话呢 出了很多问题的时候呢 等到你直接在生产商上出问题 才去做监控 这种的话呢,就属于一个事后监控 因为我们那个在一个最开始的阶段都进行监控的话呢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对我们的一个那个程序啊 然后它的一些八个问题啊 可以做到一个那个早发现 并且它一个像假设有一些八个问题引起了 然后负载率过高啊 或者是那个我们配置的一些性能环境啊 这时候呢,这时候的监控呢就尤为重要 所以说呢,我们不应该是做事后监控 可能很多公司呢,可能就是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是开发阶段 然后监控也不管它 然后的话,或者说开发阶段根本就没有做监控 只有在生产环境上才部署了那个技术的一些监控 比如一些监控一些磁盘 那个CPU内存 可能也只是做一些这些技术监控 所以说这种一个,这种指的是什么 一个监控的一个不完整 就是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基本的监控 CPU内存 而尺盘 这是我们可能大公司,大多数公司 做的一种一种方式 而我们正确的一个监控呢 然后的话,我们都是要从上而下 都要全面的进行监控 但是的话呢,可能这一整套监控时期的那个 呃,呃,时间下来呢 可能那个呃,比较那么的复杂 呃,不是一时半会儿,然后能做到的 呃,我们呢,可能可以的话 可以去持续改进 然后那个呃,一点点的 然后技术往上增加上了 嗯,那个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监控也是一样的道理 嗯,需要一步一步的去完善 嗯,那个呃,监控的一个 那个 一个我们正确的一个 那个监控是怎么样的回事呢 然后的话,我们最第一 然后像我们的一个呃,那个业务阶段的一个逻辑 然后的话,那个我们是 呃,也要做监控 还有,然后下面还有这些 呃,我们的一个应用程序的一个监控 应用程序的,然后它的一个负载率 或者是说,呃,我们那个呃,应用程序 然后都互相调动哪些应用程序 并且它中间的哪一间 然后调的,然后比较吃力 或者返回的时间比较长 就是我们应用程序的一个监控 还有一个我们操作系统的 操作系统,然后呃,比较针对于我们后端的一个操作 呃,比如我们那个运游人员的一个呃,操作 还有一些,呃,我们的一个后台操作 嗯,还有再一个的话呢 就是监视那个,呃,我们的一个框架 那个,比如说看我们整体的一个框架 一个运行效率 嗯,这是那个,呃,呃,浅端的一些监控 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呃,那个英文级别的一个监控 然后那个,我们下面呢 我们是,呃,那个没有列出来 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监控 比如我们的一个CPU内存 然后磁盘IO,或者是磁盘空间大小 这些的话呢,我们那个是一些基础监控 我们必须还要有的 并且我们列出来这些呢 并不是这些都告诉我们 我们并不需要有,然后基础监控 还有一些那个更深层,深层式的一些监控 嗯,这是我那个我们的一个,呃 监控的一个不完整性 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监控 呃,不正确的监控是什么呢 呃,比如一个例子 就是说,呃,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去做一些 那个应用程序的监控 就是直接去,呃,看一下我们那个单口在不在 那个你这时候的话呢 监控的话呢,呃,就有可能就是达到一个不正确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很多程序,它有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呃,驾驶状态 然后的话,或者是说它的负责率是特别的高 然后的话都是那个造成了 你表面上看它的一个端口还是在正常的运行 这时候呢,但是呢,它已经不提供了一个服务 你这时候就直接光监控单口,呃,你从那个监控里面去看到 哎呀,我这里面,呃,这个监控 然后我们这个业务,呃,还是正常的 实际上呢,它都已经那个,还是直接就是僵死了 然后的话呢,你这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呃,不正确的监控 而我们呢,这时候我们那个就可以把它改成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呃,请求一个页面 请求它一个页面,然后呢,那个来看一下 它是说有返回一个,返回一个错误代码 或者说那个一个,一个正确的返回 或者200之类的,呃,一个,一个代码 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那个去,那个,呃,确定 我们这个程序确实是正常健康的 嗯,还有一个就是静态监控 为什么说静态,然后的话我们就是,呃,比如,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磁盘监控 这是那个,我们的磁盘监控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或者说,呃,我们定义了一个值 然后我们定义,然后超过80%或者90% 嗯,那个,你这时候呢,呃,然后就,呃,就出发报警 但是你那个,可能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虽然说你,呃,已经报警给你了 报警给你了,那个,但是,这时候那个,那个,你没办法去判断说 为什么会,为什么会超过80% 这时候是一个,呃,长时间积累的 也就是说每,呃,每天加一点,每天加一点造成的一个,呃,磁盘空间不足 还是说猛然间,然后,呃,数据量猛增 然后造成的一个,呃,呃,那个磁盘不足 这时候呢,所以说,这是一个,呃,那个静态监控的一个不可取之处 而我们呢,可能就是说 你那个,呃,要去更深入的,深入层的去监控 然后就达到我们,呃,那个,呃,监控这个磁盘 看那个监控,或者说,呃,每一天的,然后磁盘量 然后,呃,这个,假说今天的一个磁盘增长率 呃,是不是比昨天的磁盘增长率过高 或者是过低之类的 我们从这里面呢,呃,去提前进行一个判断 但是那个,来进行监控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那个,预防,呃,呃,呃,某然间的磁盘空间不足 造成的我们一个,呃,不知所措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呃,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一个,某人间造成一个呃,呃,呃,磁盘不足 然后我们要做的一个 实际上,跟一个动体监控一样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呃,镜体监控 但是的话呢,可能目前的话呢,呃,呃,我们 大多数可能还是奉的一个镜体监控 呃,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化 但是的话呢,呃,实际中可能我们奉的镜体监控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监测不够频繁 不够频繁的话呢 是指到我们一般监控的时候 有的时候或者是说你 十分钟监控一次 或者是半小时监控一次 这时候的话呢 就有可能造成 那个一个错误可能没监控到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某人间 有一个客户的一个错误 而我们的监控的话 或者是说五分钟监控一次 刚好呢 这个监控的这个错误呢 你去提取这个metrics值的时候呢 它这个时候是正常的 你刚好然后你提取完之后呢 它某人间又出现一个错误 而这时候呢 你没有去监控到 那个就可能 因为你这个时候 这个时间段 没有去取它的值 刚好它又出现了错误 这时候呢 就变成一个监测一个不够频繁 但是呢 也并不是说 那个我们为了 有的时候 然后为了一个监控 然后的话 就是或者说 每秒钟然后监控一次 或者是 那个 或者每两秒钟监控一次 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监测太频繁的话呢 也是不行的 你用什么 因为你监控太频繁的话 就会造成 我们的一个业务主机 然后 一个负载过高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 监控服务器的一个负载过高 这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要去 去那个去测量 然后去取一个中间值 这是我们一个 那个监测 平凡不平凡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要去取一个中间值 还有一个就是说 那个没有一个自动化 像我们的一个Zbix 可能我们更多的就是 那个喜欢去手工 然后去添加一台一台的主机 但是的话呢 那个自动发现的 我们Zbix也有一个自动发现 自动发现的话呢 它可能的话 自动发现你监控的 一些那个选项 可能都没那么高 再一个还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像我们的一个 Kabernet的集群 然后的话 我们Kabernet的集群 你假如说去 那个手工添加 根本就是那个无从添加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一个POD 然后的话 它是经常的会 然后自己 然后假如说某个POD 然后当掉的话 或者不提供服务了 然后我们Kabernet的集群呢 然后会把它直接杀掉 杀掉会重新起一个 这时候的话呢 你没有去使用一个自动化的 然后去监控的话 你这时候就有可能造成 我们的一个新的POD 然后没办法监控 一个旧的POD 然后死掉了 然后的话 我们也没办法 即时的去发现 哎呀我们这个旧的POD 然后没有数据量了 为什么没有数据量了 就可能它当机了 我们这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 它到底是因为 它不光往外 然后提供这个Metrics的值了 还是说 这个POD 然后就不存在了 所以说这时候呢 就是一个 没有自动化的一个 那个一个原因 所以说在我们Kabernet的集群里面呢 我们就是使用了一个 一个自动化来进行监控 而不是说去手工的 然后一项项项去添加 这是一个 大概的一个监控原理 我们这里都大概先说一下 所以说一个良好的一个监控呢 我们应该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一个整个世界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 从我们的一个业务逻辑 一直到应用程序 还有一个我们的系统操作 还有我们的一个框架监控 再下面就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技术架构监控 就是这个要从上而下 然后全部都要做到监控 但是的话呢 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度的监控呢 然后的话可能是 需要一个 需要很多时间 才能慢慢的一点点去做到 并不是说 那个一下能做到的 可能有的时候还要去需要 和开发的 然后进行写上 然后让开发的 可能是 特别像我们的一个业务阶段 监控 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 我们的那个Paramers 它这时候的话呢 它本身的功能的话呢 是达不到一个监控 我们的一个业务逻辑的 而这时候的话呢 有可能需要开发人员呢 然后去写一些那个自监控 也就是说 它要自己的那个代码里面呢 会有那个有一些监控 然后去监控它整个的一个逻辑 逻辑情况 所以说那个 这并不是一下能做到的 然后的话呢 那个我们还有一个协助故障 一个诊断 也就是说 我们要那个 我们这个从上而下 那个做到一个监控的话呢 可以提供给开发人员 或者是业务人员 还有一些那个 我们的一些技术人员 去帮助那个 去诊断我们的一些故障 大家看看 还有一个技术架构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的信息源 也就是说 帮助这些人员 去那个分层次的 去提供一些那个监控信息 给他们 让他们去那个 做一个持续改进 还有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项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监控的一个机制 监控程序的话呢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探测 一种是自行 然后的话 探测是什么呢 探测的话 也就是说 那个我像比那个 我们去探测一个web页面 然后就是通过外围 然后去探测一个web界面 然后去的话 这种的话呢 可能探测的 一些信息的话呢 可能对我们的业务的话呢 探测量可能是比较少一点 因为它主要是 通过一个外围的 一个web探测 然后探测一下 我们一个整个业务的一个状态 特别是探测 我们的一些入户体验率 去感受一下我们的一个 访问我们的一个网站 然后看一下 它的一个响应时间是多少 这时候的话呢 可能就是使用了一个探测 从外围来探测 来模仿一个客户的一个体验 还有一些像探测 好像是探测我们的一个端孔 探测我们的看我们的应用程序 从这里扮演出我们的应用程序 是否还正在提供服务 再一个就是自行 自行的话 一般的是什么呢 一般的就是我们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可以和开发人员一起 然后就写一些代码 然后的话去探测我们的一个程序内部 然后它的一些信息 然后把这些信息 然后去提供给我们的一个监控 然后我们从监控里面去看到 我们的一个内部应用程序的一个运行状况 或者是说呢 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探测程序 不是这个专门的 下面我们后面的一个metrics 它会和我们的应用程序一起运行 然后呢 这时候的话呢 它也可以去进行一个内部的应用程序运行监控 这是我们的一个自行模式 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 可能自行模式分的比较多一点 这样的话呢 对我们的应用程序 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探测 自行监控的话呢 也是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推 也一种就是拉 这是什么叫推个拉呢 推的话呢 推个是指那个具体是指什么 指的是我们一个 就像一个类型的一个模式 这样的话呢 它去监控一些那个数据指标 然后这时候的话呢 它去把它 把一些这些监控的指标呢 去推送到我们的一个监控上面 它把数据的话呢 就得从内部往外推 这种模式比较适合哪一种呢 就是我们的假如说 我们的一些系统 它这些防护墙端口的话呢 它全部都是然后做了限制 你这时候的话呢 你没办法去 去监控的时候呢 没办法去访问这一台那个系统 而这时候的话呢 就是可能就需要使用一个推模式 也就是说 它把一些指标的 然后推送出来 而不是说你自己过去拿取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一个拉 拉方式的话呢 就是说 你提供一个端口 然后的话呢 你把你的一些监控的指标放在这里 然后你提供一个端口 然后我那个监控服务器的话呢 这时候呢 都去上你这个台机器上 上这个端口上 去取一些metrics的值 取一些监控指标 来达到一个监控的目的 而我们那个parameter呢 然后的话呢 我们重点呢 就是一个那个拉的方式 而不是一个推的方式 推的话呢 它是一个有什么好处呢 推的方案的话 比较对一些 我们那个服务器性能 那个要求 然后就是相当于说 比较低一点 因为的话呢 就相当于被动接收 你说那个他 你那个你爸说句 他那个推送给我 然后的话呢 我都做懂得接收就行了 而拉的话呢 我那个也就是说 你要想要什么数据 你自己去 那个某一些节点呢 自己去找 就像一个 推可拉的一个方式 它那个每一种的话呢 都有一个优缺点 还有一个 我们监制数据的类型 监制数据类型的话呢 我们一般是有两种 一般的就是 通过我们的一个metrics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度量值 你想比那个 我们的监控状态 是一个up状态 或者是一个up 然后后面是一个值 代表我们的一个应用程序 现在是正常是 是一个up状态 再是一个metrics 后面我们会 问的是比较多的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日志 日志是那个 我为什么怎么做监控的呢 日志的话 你可以从日志文件里面 去提取一些信息 然后来进行监控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融户量 或者一个我们的融户的一个行为 你这时候的话呢 你是从metrics里面看到 然后可能没那么好看 而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一个日志文件里面去 提取我们一个融户的一些行为 所以说我们这一个监控的数据 是大概有这两种 我们接着来往下看 看一下那个metrics 也都是度量值 我们后面的话呢 我们可能也会使用大量的说度量 大家的话要知道一下 它其实也是叫metrics 度量的话是对软件和硬件主要属性的一个度量 这里的话呢 我们这里的话的话 我们就不具体的去念了 这里你看这里是说 那个观测值 观察是由值时间戳 有时秒数观察一系列属性来组成的 它这个观察的一些集合呢 然后我们成为一个时间序列 时间序列的话 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想这个 这个是一个时间段 然后上面一些值 大家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简单成为 这种是一个 一个简单的一个监控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中一个时间序列 有时间又有值的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 这个时间段 它是什么样子 这个时间段 它的一个使用率 或者是它的一个值是什么的 这有一个 我们可以简单成为一个时间序列 还有一个度量的一个类型 度量类型的话呢 我们一般请问一下 有三种类型 一种是通过我们的一个仪表盘 还有一个是基础器 再一个的话就是一个脂肪图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仪表 仪表的话就相当于 我们的一个CPU 大家可以看一下 CPU的话是来回不停地进行变动的 这种的话呢 我们是通过 像这个仪表的 就有点像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我们的一个 测量电压的一个仪表器 然后的话 你可能是电压 可能有时高有时低的 这都来回上下浮动的 那这种的话 就是一个仪表类型的 还有一个是基础器 基础器的话呢 那个都有一点 针对于我们的一个硬盘 不过呢 我们的硬盘可能也有高有低 但是的话呢 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基础器 有的时候都是会 一直在不停地往上增长 那时候不会往下去降 就是说 这时间点 然后到将近五 然后这个时间点 一直是增长的 一直往上不停地累加的 也就是一个基础器 最实际的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任务访问量 然后的话 好像是今天达到 好像是200 明天是500 后天的话是700 它是一直往上进行累加的 这种的话呢 就能够都可以 我们称为一个基础器 还有一种一个人中 就是脂肪图 这种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 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人员的一个身高 这样的话 这种图形的话 对于有些例子的话 看得更明显一点 下面我们175的 然后175到180的 然后有多高 大家可以看到 170到175的 然后有多少人 从这种脂肪图的话 可能有的时候 看得更明显一点 就有一个脂肪图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度量的一个总结 度量的话 通常是单个指标的值 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中的 我们是相反的 然后度量的可视化 需要对英雄所有的一个变换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 像我们单个的一个度量值 也就是说像我们8.01分 那个访问量是100人 8.02分的访问量是200人 而我们单个去知道 然后我们单个的一个度量值的话 可能效果不是很大 有的时候我们想知道 我们一天的访问量值多少 而这时候的话 我们都要进行一个 数据的一个变换 也就是说我们要全部累加起来 把从0点一直到24点 之间的然后全部访问量 加起来 然后再除以24 然后都可以得到 然后我们每小时的一个访问量 或者是全部加起来 得到我们每一天的一个访问量 这时候的话 就是一个应用数据的一个变换 当然的话 可能就是不会这么简单 我们后面的后看 大家可以看到 它应用数据的话 是比较复杂的 有很多一些值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将统计函数 应用到我们度量 或者度量数 我们可以用这些常见功能 包括这几种 然后的话 可能这些复杂的一些数据应用 然后的话 我们不会去深入去讲解 我们只是带大家 让大家知道 有很多的特质 应用一个数据的一个计判值 来计判的 大家看到 然后主要有哪几种功能 一种的技术 技术的话 特定时间内 一个观测次数 像技术都相当于我们的 类似于我们的一个访问量 然后在一个时间段内 然后我们的访问量是多少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SAML SAML就是说 一个汇总 要说在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段 将所有的一个观测值 然后相加起来 一个汇总 还有一个平均值 平均值的话 那个刚才我们也说了 然后的话 把一天的访问量 然后加起来 然后 然后那个证判除以24 可能都得到每一个时间段的 或者说你 8点到12点的 然后相加起来 然后再证判除以 然后多少个小时 得到这几个 这几个 这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平均值 还有一个是中值 中值的话呢 就是一个 我们指的一个市中心 也就是说 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我们来简单解释一下 什么中值 中值的话 我们梦的 那个 其实没那么多 然后我们简单说一下 3 5 6 7 2 我们中值是什么 中值的话 就是一个 我们这里的中值 就是一个6 我们最中间的 去中间的一个数 然后的话 假如说有五个值 而我们取中值的话呢 就是一个6 这是一个中值 假如说我们有 取了 然后像这里 取了是五个 是一个几说值 几说值的话 中间的一个值 假如说是偶说值的话呢 或者是中间 我们再加一个 然后的话 这时候是不是 是偶说的 偶说的话 我们中间值是哪个呢 中间值就是 6和7 然后加起来 然后再 再除以2 我们简单的 说一下 然后的话 中间值的话 6加7 然后是13 13除以2 中间值是 这个中值是6.5 所以说这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中值 中值的话 我们可能目前 无梦的不是很多 然后还有一个是百分比 百分比的话呢 一般是 可能是无梦的 最多的就是一个 我们一个CPU使用率 或者是内分使用率 使用了百分之几 多少之类的 然后呢 快试试看 或者是某一个 特定百分比下降的值 也就是说 这一种的 下降的值的话 使用百分比就是 一种我们的一个测盘 我们测盘 假如说今天使用了 然后百分之几 明天使用了百分之几 然后的话 我们可以根据 每一天使用百分之比的 一个变化 来判断我们的一个 瓷盘正常 是不是正常的 还有一个就是标准差 标准差到底是什么呢 标准差 假如说 我们是 一个10 20 然后的话 一个是30 我们的标准是多少 标准的话是 10加 20加30 60的话 平均再除以3 所以说我们的一个标准 我们的一个标准 是一个平均值 也就是说 我们的标准值 就是20% 而我们的一个标准差的话 影响了一个 10% 就是比起我们的一个标准 然后是低 低于低了10% 然后30% 是比我们的一个标准差 又多了一个10% 这就是说 那个一个标准差是什么呢 就意味着说是 0的一个标准差 假如说 那个有看 假如说有一个20%呢 这个20%呢 相当于我们的标准差 就是一个0 是吧 因为说那个 它和我们的标准是一样的 所以说 它的一个标准差 是差值是0 所以说 越等于0 越代表着 它和我们的一个标准 是一样的 比如什么呢 比如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网站 然后我们可以承受的人数 是那个 可以承受的人数 然后是200人 也就是说 我们正常情况下 然后人员去访问的时候 正常200人访问的时候 是刚好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负载率 达到200人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信用程序 运行的非常的良好 假如说我们低于 150人 然后这时候 我们的都会低于 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标准值 也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平均值 这时候 都代表我们的一个 标准差 然后它是 进行了一个下降 然后的话 可能高于200人 然后就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标准差 开始是正数 然后是上升了 然后的话 一个上升一个下降 也就是说 相当于取一个平坚数 然后拿所有的值 然后和我们的一个平均数来进行相比 这就是一个标准差 然后的话 还是有一个 一个变化率 比如说 这个变化率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本来说 假如说 1点钟 然后我们的CPU 负载率上是10% 然后2点钟 我们的CPU 使用率是15% 3点钟 我们的CPU 使用的是12% 要说 我们的变化率是什么 变化率是指的什么 在这个 假如说 2 2点至1点的一个变化率 如果我们说 那个上升了多少 上升了一个5% 也就是我们的变化率是一个5% 而我们这个从2点到3点的变化率是多少呢 变化率是说 下升了 下降了 然后3% 它的一个变化率是一个3% 这就指的我们简单的一个变化率 我们这个参数的话 可能我们后面的那个 后面可能的话 不会全部都使用上 但是的话呢 这是要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一些 呃 常见的功能都有哪些 呃 这些功能的话呢 你呃 你可以将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呢 然后可以那个 也可能都会众得上 因为我们我们的一个呃 监控 然后那个呃 Permissage呢 然后的话呢 呃 都是支持的 我们都是支持 支持制定义的 这时候呢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然后自己去呃 那个写一些表达式 然后那个去监控 好 那个呃 关于一个读章准结的话 我们都准结这么多 啊 我们继续呃 往下看 看一下我们的呃 最后一个介绍 要一个是一个通知和警报 大家可以看通知和警报的一个区别 通知的话 大家那个呃 有的时候可以把它理解为 那是什么呢 假如说呃 那个我们每天的一个呃 用户的一个访问量 然后或者是说 那个我们那个磁盘的一个变化 呃 或者是我们那个呃 CPU 然后呃 最高使用率和最低使用率 然后去呃 生成一个报表 生成报表之后的话呢 呃 我们就每天去那个呃 去通知给谁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让他去知道 然后我们整呃 整体的一个呃 我们一个业务系统的运行情况 这时候的话呢 他就不是让人不是一个警报 他是一个 他正常的一个业务通知 呃 警报的话呢 警报的话的一般是指定的呃 指的是我们那个 我们的一个定的一个罚值 然后这时候呢 去超出了我们的一个定义的一个罚值 这时候的话呢 可能就会要呃 把一个那个警报信息去通知 呃 相对应的人 嗯 但是他们那个通知的一些那个呃 联好一个通知系统呢 呃 我们的那个正常情况下 我们就要呃 你也可以 其实有的时候呢 呃 他们中间的一个正常一个差别 可能那个是呃 没那么大 呃 我们那个呃 他基本上的话呢 是比较类似 呃 那个 他都会 那个有那个有哪些呢 我们联合通知和和警报呢 然后 系统呢 我们应考虑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 这个系统 考虑问题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 呃 像那个呃 通知什么问题 比如说我们那个把哪些问题 然后去那个呃 通知给别人 通知给别人的那个人 我们的一个呃 email 嗯 后来是我们的一个呃 呃 wechat 然后我们的一个微信 那个还有一些 我们的一个钉钉 这个呃 所以我们那个通知方式的话呢 是那个多种多样的 然后的话呢 呃 再一个就是一个通知的一个间隔 通知间隔的话呢 通知间隔是指的 那假如说我们那个那个发生了一个告警 发生了一个告警 然后的话 呃 这个告警那个会 那个假如说一直在存在 你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人呃 可能就是或者是已经12点晚上12点以后了 然后或者都已经睡觉了 然后这时候你通知间隔 然后时间比较短的话 你说这一个报警一直存在的话 你通知间隔睡觉时间要短 然后那个连续不断的去发送警报 你可能第二天早晨 然后或者五六点 或者是呃 一个小时以后 你的手机上或者说多少 就是那个假如说是一个呃 嗯 那个邮件 你可能就是直接把你的邮件都直接是 那个通报了 或者是那个呃 一分钟通报 通通通通报一次 一分钟通报一次 然后你两个小时的话就有120份邮件 但是呢 其实都描述的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 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呃 需要设置一下我们的通知间隔 然后说那个 或者说你第一次通知通知完之后 然后呃 或者是隔一个两个小时 那时候问那个警报 还是再存在的话 呃 你可以那个继续再通知一次 而第三次 那时候 你或者是四小时 那个再通知一次 这就是我们一个通知间隔 比如说那个通知间隔 你呃 我们一定要设好 要不是设好 设不好的话呢 你都有可能 呃 那个呃 就会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所以那个 我们的通知间隔方式的 我们的那个呃 这个也是要那个呃 去设置好一点 然后的话 就是一个什么时候停止 就是说我们那个通知 假如说那个呃 出现一个警报 不可能说一直呃 那个无休止的 然后不停的 然后呃 那个去触发通报 有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呃 或者是通报了几次之后 呃 那个就停止不通报了 呃 这是我们一个呃 呃 关于我们的一个监控的一个介绍 嗯 我们关于监控介绍的话呢 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就那个呃 介绍这么多 那个呃 大家那个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呢 我们后面会通过呃 各种各样的 然后一些实力 然后来 那个去呃 那个穿插这些知识 还有那个 关于那个警报系统 我们这里就呃 监控监控的介绍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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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